单击文件,新件,选择Product,确定,介入Cartier的装配模块。 Cartier具有很强大的装配功能。 经过前面零部件几何体的学习,大家应该已经掌握了零部件几何体的基本会讨方法。 本章主要讲解Cartier的装配设计。 通过推进器的装配,大家应该能够掌握Cartier的基本的装配顺序和装配功能的使用。 通过Cartier的装配功能的学习,大家应该对一些比较复杂的件能够进行合理的装配。 本章主要是讲解Cartier的基本装配功能和如何使用Cartier的标准零件库来进行实体的装配。 首先选择现有组件。 单击Product1,选择组件。 首先选择轴。 继续添加组件。 继续添加组件。 单击现有组件。 Product1,选择页能。 继续添加。 继续添加组件。 为了便于装配,应该是各个部件放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位置。 单击移动操纵。 选择操作的方式。 确定。 首先需要导入键。 单击。 工具。 几何标准键。 ISO库。 选择。 Key。 双击。 本力。 选择。 这种类型。 双击。 尺寸。 选择。 100。 X12,X6。 确定。 可以更改它的属性。 便于观察。 单击右键。 属性。 产品。 命名为方件。 。 应用。 继续。 添加类六角螺钉。 单击。 单击工具。 机械标准库。 1N库。 选择Screws。 双击。 类型。 选择。 选择。 这种内型。 四七六二。 四七六二。 双击。 尺寸为。 M8×60。 双击。 确定。 确定。 同理。 更改它的属性。 确定。 应用 确定 为了便于装配 选择操纵 确定 首先 装配键和一轮轴 按键Count键 选择这个面 以及 这个面 单击 相合约束 确定 选择 这个面 和 这个面 单击 相合约束 确定 选择 这个面 和 这个面 单击 相合约束 确定 单击 更新按钮 这样 这样 就完成了 键的 装配 键 需要更改 它的尺寸 单击 参数 宽 宽 为 12.5 确定 确定 高维 8 确定 下面 装配 液冷 和 六角 六角 螺丁 为了便于观察 移动 它的位置 与 核心 alamual 虾 decreasing hang rab 这 参数 新 麻 选择轴线和选择面和这个面,单击相合叶数,单击GC按钮。 这样就完成了液能轴和内料酒螺金的装配。 将液能轴和液能装备在一起。 单击相合叶数,选择轴线。 选择面。 这个面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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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